杨颖真正的最大问题 杨颖曾经核设的她 是一个族裔和赵丽颖、杨幂等人齐名的明星 甚至有传言声称杨颖的片酬更是达到了几千万 比当时的好莱坞剧新海要高 可是至今日杨颖真的有种虎落平原的既视感 不少人都会想杨颖究竟是怎么回事 能从高塔上跌落下来 杨颖的难受程度绝对是指数级的 但是问题就跟着来了 为什么杨颖会混到现在这样呢 可能很多观众第一时间会联想到她的演技 我都不承认杨颖的演技绝对是能秒杀一众明星的 但请注意我的秒杀可不是大家严厉的那种秒杀 懂得都懂 连大男人徐克当初都被她的演技弄得无话可说了 要知道作为演员 最大的优势不是自己的本事 而是自己的演技 演技跟不上的人 虽然是没办法在娱乐圈混得长久的 其实我看还真的不是杨颖的演技有问题 要知道娱乐圈演技差的演员多了去了 可是他们为什么是在娱乐圈能吃得开 有的演员就差没有把演技懒打在脸上了 但他们依然在娱乐圈哄深水起 各种电影和电视剧都演个没完 所以杨颖的演技并不是毁掉她的最大元凶 实际上对于杨颖而言 真正毁掉她的是她自己认不清楚形式 杨颖有多认不清楚形式 杨颖经常性在外面说的一番话是什么 标榜自己是独立女性 可她这个独立女性是要打双引号的 独立女性的背后是依靠男生才崛起的 很多人都以为杨颖是靠自己的努力走到现在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杨颖之所以能有昔日的辉煌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杨颖背后的男人 谁呀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人 最原便是黄晓明 杨颖真正能崛起的原因 是背后黄晓明极异的资源 很多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因为有了黄晓明的靠山 这才让杨颖有了机会 可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杨颖错误地高估了自己的本事 从以为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应得的 这些未知后杨颖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当黄晓明和杨颖离婚的那一刻 曾经容认她的人也将不再会容认她了 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就出现了 杨颖自从和黄晓明离婚之后 她再也没办法像从前那样了 听说现如今的杨颖片酬是一降再降 甚至到了带字进组的地步 可即便这样了 很多剧组都不太愿意要人家 毕竟现实情况摆在那里 任何人也不会傻到要一个没啥资源的人 而且演技还很差 总之杨颖现如今唯一翻身的机会 那便是努力锻炼自己的演技